提到陈建州的交友圈 势必会让人想到大小S 他们从高中起就是同学 关系一直不错 尤其是陈建州17岁那年 父亲去世了 大小S为了安慰陈建州 经常开导他 邀请他来家中做客吃饭 来往之下 青春懵懂时期 男女之间的朦胧感情也慢慢延伸 一开始 他更清新于喜欢折腾和运动 活泼好动的小S 毕竟可以一起刷宝 玩得到一起 他还邀请小S去看自己打篮球 在球场各种耍帅开评 想引起他的注意 但小S一直把他当朋友 对他完全不感冒 这引起了陈建州的挑战心理 各种向小S示好 两人的关系慢慢升温 谁料一向争强好胜的大S 却横插了一脚进来 频繁接触陈建州 主动向他释放魅力 比起古灵精怪的小S 大S一直是女神内挂的 也是陈建州一直不敢奢望的 既然女神已经递出橄榄枝 自己再不接着 未免有些不失抬举了 于是陈建州马上调转方向 追起了大S 两人天雷勾地火 迅速坠入了爱河 后来大小S组成了女子组合出道 又是出唱片 又是主持节目 慢慢将重心转移到事业上 而大S的真面目也逐渐显露出来 看上去温温柔柔的他 其实性格火爆 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和陈建州闹矛盾的时候 还扇过他巴掌 也正是这个时期 两人选择分手 如果看到这儿 觉得陈建州追妹妹不成 又追姐姐 还同居到了一起 已然三观炸裂 但更炸裂的还在后面 因为他不止追过大S 甚至还裸体调戏过S妈 小S曾在节目上讲过 陈建州受邀 去他们家吃饭 当时他刚打完球浑身是汗 就在他们家洗澡 洗完之后全裸 拿着雨伞遮住自己 跑去S妈面前把伞拿开 露出自己的光屁股 引得S妈连声间叫这个死建州 这种举动 就算是亲妈这样也很雷吧 更何况只是好友妈而已 而更雷的是 讲这段经历时 他老婆范伟奇不光在场 还是他先开头引出来的 只能说 这一圈没有一个正常人 加之 早前他上侯佩岑的节目 侯佩岑也说过 和他刚认识时的一段经历 陈建州拿了一摞照片 给侯佩岑看 看着他一张张帆 其中夹杂有一张他裸体的照片 故意等着看女生惊吓尖叫的反应 咱就是说 这不是妥妥的变态 暴露狂吗 竟然能被一句 开玩笑 稀释掉 而陈建州和范伟奇的结缘 范伟奇和大小S完成姐妹团 处处都让人难以理解 范伟奇刚出道时 还不是隐隐约约有听说的大嘴巴 走的是高知才女清新发 优秀的学历 甜美的外表 加上及格的唱功 让她很快就在弯弯歌坛闯出了名堂 刚好有次范伟奇上综艺节目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代班主持是陈建州 远远就看见一位长发披肩的瘦高女生走进旁内 女生有气质 声音轻柔 笑容甜美又有些羞涩 这样陈建州直言就是我从小 最想征服的那种升学班女孩 于是就展开了追求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追求范伟奇时 竟然还带上前女友大S一起去 让大S长眼这个女孩如何 她第一次接机范伟奇 大S一直坐在他们身后 全程观察范伟奇 这是什么鬼操作 更奇葩的是 范伟奇竟然通过这个举动 反推出能和前任友好相处 陈建州是个好男人 脑回路也是令人惊叹 后来陈建州死缠烂打 在范伟奇回美国探亲期间 还不间断和范伟奇联系 哪怕转到语音信箱也不气馁 但是真是追到手之后 却被台妹拍到和前女友大S 当街嬉闹不断 反而冷落了现女友范伟奇 让他生闷气独自走 这波操作也属实让人看不懂 后来两人交往了十年 在纽约看NBA球赛时 有了轰动一时的求婚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两人在商量婚期时 正好撞上了大S和汪小飞闪婚 为了让大S成为全娱乐圈 瞩目的焦点 陈建州不顾范范的意见 推迟了婚礼日期 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 范伟奇的视角 无论如何也会对大小S有点意见 然而人家偏偏就完成了姐妹团 虽然有那么几分虚假的情分在 就算是结婚后 陈建州对大小S的感情 同样是超越友情的存在 难怪在大小S的朋友旅行真人秀中 陈建州一露面 姐妹俩就像考拉一样挂在她身上 完全不顾及分寸感 到了晚上 陈建州邀请大S去海里玩 大S婉据说自己的衣服下水太透了 她接着就说那更来劲了 而真正和大S完成姐妹团的范伟奇 反倒没有和他们一起上节目 被记者问到时 又一次发挥自己的阴阳怪气 表示自己做不到抛家弃子 去玩十几天 去缅甸度假 或许看到这儿 你会觉得这一整个交友圈子都很奇葩 其实不然 这只是冰山一角 大S的台湾七仙女姐妹团 大家应该都知道 姐妹团里的MultiU曾经自曝 被陈建州在酒后抢吻 而且范伟奇当时也在现场 不过她接着又爆料 范范不在现场的时候 陈建州还偷亲过姐妹团里的吴佩慈 这人物关系简直乱到了没边 如果要问范伟奇借不借意 她的态度同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提到这对黑白配夫妻 估计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行婚 这可不怪网友乱吃瓜 毕竟这对夫妻对亲密关系的处理 异于常人 范伟奇曾在节目上自爆 自己不喜欢蛇吻 当初她和陈建州结婚时 婚礼中都会有个缓解 新郎掀开亲吻新娘的头纱 并亲吻新娘 当时范伟奇其实很害怕 所以她就把嘴巴紧紧闭上 还用赋语给她说 你不要给我伸舌头 而两人婚礼现场留出来的照片 也是禁掉大家的眼球 因为当时两人找的王立宏担任伴郎 陈建州晒出的婚礼照片中 王立宏稳占据着C位 妻子范伟奇只能靠边站 这也就是王立宏和李静雷离婚大战时 陈建州被牵扯进来的原因 别说吃瓜群众了 就连范伟奇自己都怀疑过陈建州的性向 但是如果说她对女人不感兴趣呢 倒也不是 反倒是范伟奇对男人不感兴趣 她曾在节目上自爆 两人一起外出旅行 她在洗完澡之后 就会发现自己准备的睡衣消失了 被陈建州调包成了钉字裤和高跟鞋 这种情趣内衣 范伟奇的厌恶情绪就会上来 还表示自己很讨厌这种东西 而且她还很讨厌陈建州的一个常用词 放松 每当陈建州一说 放松嘛 范伟奇就会冒出无名火 当时大家还不清楚为何她会讨厌放松一次 直到这次大牙在控诉陈建州性骚扰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松一下 原来是陈建州的床上常见用语 范伟奇对这次的抵触情绪是这样而来 难怪在大牙的爆料中 陈建州会说没办法 你范范姐很不爱这种事 还记得2012年的时候 媒体问范伟奇如果你老公偷吃怎么办 旁边的维里安接话 以你的个性应该会把它切成好几块 快递送到世界各地吧 范伟奇回答说 还是你非常了解我 然而被指控的事实面前 她却又变了说法 大牙之后 陈建州被越来越多女艺人站出来指控性骚扰 而范伟奇虽然对床上是冷漠 但依旧是选择夫妻同一战线的态度 先是放出自己失联的消息 模糊大家的关注焦点 后有站出来替丈夫澄清 又是不喝酒 又是家里没有多余的床 随后被网络的记忆翻出来通通打脸 吃瓜的大家 倒也见怪不怪了 毕竟这对夫妻说出来的谎话 鼻子都快两米长了 只是这混乱的男女关系 躲得了初一 还能躲过十五吗